周深给隐约的短信 让我想到了 他写给20年后自己的信 原来 周深早在2018年 就去过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 只不过 连面试都没有通过 说起这个面试 也许稍微有点脾气 或者性格外向的歌手 加上周深当时的实力 都可能会通过 只是当时周深的社交恐惧 让他无能为力 正如人物专访所写的那样 周深对于要唱歌这件事是坚定的 但社交上的困疚 让这一点很难被外人感受到 同组歌手中周深第一个试音 恰恰是因为第一个 设备都没有调试好 周深唱着耳机就断电了 声音也就呲了 我想 换作其他歌手 都会要求重新调试好设备 再重新试唱 但彼时有着深深色恐的周深 竟然就这样不知所措地唱完了 结果可想而知 而周深 竟然还开玩笑对朋友说 我是去给后面的歌手试音的 而节目组竟然说 他不够有野心 其实周深一直有着很大的野心 正如这次失败后 他给好友隐约发的短信所写的那样 我问了我自己有没有野心 我有啊 我真的有 我很喜欢舞台 我特别想征服他 跟他不停地磨合 我也特别想征服观众 让他们为我唱歌征服 是的 周深是有野心的 他的野心就是想要一直唱歌 一直在舞台上唱歌 一直有观众听他唱歌 只是那时他的野心被他的柔弱 或者说社交困窘层层包裹 让他的野心无法得以破壳而出 这让我想起了2022年2月的时候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周深说 20年后 不管你那个时候怎么样 但有人想听你唱歌 那个时候你还有舞台可以唱歌 那也很幸福吧 而同时他手写给2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信上说 周深你好厉害啊 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依然喜欢听你唱歌 居然有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哦 所以你看周深真的是有野心的 而且他的野心从未有过改变 虽然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他还是要去做 而且一直在做着 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晚会舞台 一个接一个地唱Ast 甚至不停地参加综艺节目 所求不过是有舞台可以唱歌 有人听他唱歌 可以一直唱下去 人物杂志 用含羞的野心作为小标题 来讲述周深和隐约的相识 以及大鱼的故事 还有周深第一次歌手的经历 个人觉得 也许用射恐或窘迫 或妄自菲薄更为合适 所幸 后来的周深 把自己掰开了 看到了自己怀的那颗夜明珠 视频由娱乐叨叨到不停和 周深速地制作上传 其他账号均为道歉 二十年后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 也不知道周深在哪 但依然喜欢听你唱歌的那些人里面 一定有一个是我